嗨 大家好 我是Alan 那我們今天要來玩一款經典的老遊戲 遊戲叫做進化論 你們有玩過這款遊戲嗎? 沒有 玩過幾次 所以你們都沒有玩過 那我現在開始教你們玩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我養一隻 那我們還是 我養一隻 一隻 一隻 給他冬眠 冬眠是不用吃飯 就是你一睡著 他就不用吃了 兔子 敏捷 敏捷是在吃我的時候 我可以骰骰子 我如果骰到四到六 我就不代表成功逃脫了 你這什麼啊 我養一隻可愛的小兔子 你為什麼要 那種不屑 是怎樣 雞生蟲 喂 送你一隻肥肥的蛔蟲 那我要放生 好 那我這隻餓死了 放生一隻 對這隻餓死 那我今天這隻也餓死了 對妳養都餓死了 全家都餓死了 真的喔 全家都餓死了 全家都餓死了 全家都餓死了耶 我看 我要咬一隻 好 那我幫妳養一隻 這種肥肥的蛔蟲 你怎麼那麼多 雞生蟲啊 如果我現在知道 那種的東西 可能會不會變 可能會不會變太多 因為有時候 你換我的師師 對 嗨 大家好 嗨 妳好 新同學 妳好 我手上那樣又是醫生蟲嗎 等等妳就知道 先平安的度過對不對 對 還沒度過 她的脂肪可以給她吃嗎 真的耶 妳太噁心了吧 不明我的脂肪 妳給妳吃什麼概念吧 不是合作妹 太噁心了吧 不是合作的概念 好嗎 隨身喔 我要不要去水裡面找妳玩嗎 去啊 不用了 我覺得妳應該 可是我太點有點孤獨耶 不會嗎 不會 我自己很快樂 真的嗎 要讓她當邊緣人 救邊緣人 我好擔心妳喔 快點 下去 先放為我服飾 我邊緣我驕傲 我有肉 所以這次是貴女吧 美結 這麼美結 我怕誰 會跳得 有一個 肉食動物 應該是迅猛猛 跳跳虎啊 可是妳沒有句話 跳跳虎 妳可不可以看到我會吃肉 妳那是 什麼圍尼熊成人版 這是 沒有肉食就是不能吃別人 對 而且我在水裡 對啊 我好孤寂喔 妳剛剛不是說什麼 妳孤獨妳快樂嗎 妳驕傲嗎 對啊 我剛剛想要下去找妳碗 妳不要啊 對啊 妳要吃 肉 妳要吃哪一團肉 我想想 妳吃它這個啊 它會敏捷 是黑料虎啊 它敏捷 敏捷是我要摘摘是不是 我只要沒躲過 妳還是會吃 妳還是會吃 所以妳可以甩它 真的 它不會甩到六 我只要摘四到六就好了 那也許 就它會散散 我想不到 我只想不到 我想不到 我想不到 吃 吃 吃 妳們要幹什麼啊 幹什麼東西啊 吃吃吃吃 吃 那我就不負重望的 吃 居然被妳躲過 是不是 這樣我這回合就餓肚子了 會跑 對啊 來啊再來啊 換我 我可以吃它對不對 可以吃 但妳要先把它餵飽啊 喔我要把它餵飽啊 妳要把這隻餵飽 妳要把這隻餵飽 妳不是要把它餵飽啊 我餵飽 妳 那我先吃它 可以餵食不可以拍它 喔可以 好 不能 因為我 我水裡來火裡去 欸我會吃 欸妳是傳大朋友啊 天啊 看他們在肚子香傳大的感覺 真好 為什麼是要用它用它 所以現在是我還 我死了 對 現在這隻不能吃 吃它 可是它有毒 我會死 那吃這一隻啊 好像真的 為什麼吃我 我這麼乾脆吃它 要猶豫這麼久啊 沒關係 這兩隻長得一模一樣 妳自己看 不一樣妳是跳跳火啊 拿走 那妳是三小 我是跳跳火的朋友 我是跳跳火的朋友 欸對怎麼辦 所以可以吃自己的油 不行 不行 妳剛剛有這個 妳是想這麼噁心的東西 妳自己吃自己的脂肪 到底是 那怎麼吃 其實欸 剛剛妳是不是吃了 喔妳剛剛吃了 妳剛剛吃了 妳那隻等於飽了 妳那隻等於飽了 妳那隻飽了 所以這隻就可以 可以開始動了 吃它 閉嘴 吃蝦換餐 對 吃這料火 那妳現在有 可能這有瑞木 吃到最安全 這樣我就又掰啦 沒有沒有沒有 妳有斷尾 妳可以斷尾求生 妳就丟一隻牌就好 妳這時候趕快丟掉肉食 丟掉肉食 對 反正妳也吃不了了 妳吃不了 妳現在只能吃 這兩隻 然後吃了它就要自己吃掉 好那我要吃這一隻 可是 可是它有毒 妳好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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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我 所以呢 沒關係啊 反正它也是死啊 互相傷害啊 對啊來啊 我要吃它 喔 好 吃 吃 什麼東西吧 耶 掰 好 有點難過 好 那這樣排 我剩這樣 好 那遊戲就結束了 好那現在開始算分 我是2分 3分 4分 5分 耶 好 妳是2分 3分 4分 充滿指導的算嗎 充滿指導 那是2分 3分 4分 油脂肌的4分 油脂肌的4分 然後妳是 非常帥 好多分喔 幹到朋友的 好 那妳是 6 78 哇 恭喜 好厲害喔 整個海放我們三個 我們三個加起來都變太高了 好厲害 恭喜妳就是演化了 妳就是這個世界的霸主 恭喜妳 謝謝 妳們第一次玩嗎 對啊 我覺得這分數1到10分 妳可以幾分 這遊戲啊 就是初心者的感想 不行 我覺得大概是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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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分 8分 就是妳有不到最後一個女人 都不知道妳是不是勝了 不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輸了 好 好 那今天就謝謝各位來玩 跟大家說拜拜 拜拜 拜拜 我覺得我們好友善 真的 是這樣嗎 你XX 剛剛說我們要互相障礙 妳跟我講很友善 哈哈